因為中國疫情蔓延的影響 市場是擔心對於全球經濟 會造成新的威脅 所以不但是美股重挫 台股早盤也開低 指數在九點半之後 就灌破了萬四大關 不過隨後在買盤湧入的情況之下 萬四失而復得 中場下跌了八十八點 收在一萬四千零八十五點 而成交金額是一千四百二十億元 中國防疫措施再鬆綁 引發市場擔憂新冠疫情再起 中三美股四大指數全面收黑 連帶影響台北股市早盤綠油油 以下跌七十九點開出後 指數持續走低 盤中一度大跌一百九十一點 灌破萬四大關逼近季限 包括傳產 電子以及金融奇跌 觀光 餐飲族群也重挫 中場以一萬四千零八十五點 作收下跌八十八點 成交金額一千四百二十億元 唯一一個半月以來新低 戶國神山台積電 雖然盤中一度跌近兩趴 但尾盤跌幅收斂 中場收在四百四十六元 由於距離今年封關台股 只剩十二月三十號最後一個交易日 外界也關心金管會所寄出的 有條件進空令 也就是前一天跌幅超過 百分之三點五個股 平盤以下禁止放空 是否至少會留到兔年開盤 對此金管會主委黃天目表示 股市穩定措施是因應特殊情況 除非市場已經穩定才會退場 黃天目表示臺股近期受到惡務戰爭通膨以及中國防疫情 政策等外在因素影響 加上最近就是 液旦假期外資休假 成交量較少 台股與國際同步 但相較之下 我們跌幅是中斷班 人呼籲投資人投資要謹慎 記者為陳信聰推報導